这节课我们来看一条四三拍的试唱 我们一起来练习打拍子 练习节奏型 那其实不管是四二拍四三拍 还是四四拍 或者是八三拍八六拍 又或者是我们唱的歌谱 试唱 息曲谱 乐曲谱等等等等 它的练习重中之重 永远是我们的拍子和我们的节奏型 我们说各种各样的节奏型组合到一起 对不对 再加上我们的音符 形成了不同的音乐 那我们在打拍子的时候 假如说给了我们一个速度 我们这个拍子打得也好好的 我们的音准唱得也好好的 但是突然出现了一个节奏型我们不熟悉 我们去犹豫了 那是不是我们就脱拍了 我到这就想 这个我要打多长 那个我要打多长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稳定我们的拍子 熟悉我们的节奏型是重中之重 我们一定要把节奏型练到熟悉 熟悉再熟悉 你看到它以后 你就能马上去反映怎么去打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练好我们的拍子 练好我们的节奏型 那三拍子的话 我们会选择画三角的方式去打 画三角的方式去打 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画三角的方式去打呢 因为一小节有三拍 如果加上我们看 最后这有一个连线 那有这个连线的话 照唱两拍照唱三拍 一共是五拍 如果我们低拍按一二三 它还得去数 它就不如说我画三角方便 所以我们打这个三拍子的时候 会选择用这个画三角的方式去打 包括八三拍和八六拍 好那我们三拍子我们就记住 一条边就是一拍就行 一条边就是一拍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一条边一拍 一条边一拍 然后一条边一拍 我们在上面打的时候也是 我这样画着是不是 画个三角 对不对 一二三 一二三 这不就画出这个三角了吗 是不是 好我们来看这里面主要的节奏型 那其实像四分音符呀都很简单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嘛 那这个四分音符的实质就是一拍 它直接就是一条边 那这儿也是一个四分音符 它也是一条边 好 然后一个双八节奏 双八节奏是把一拍平均分成了两份 所以我们把这个第三排这一条边平均给它分成两份 是不是 那负点的话我们看 负点的话其实也是把这一条边 一个分一个占四分之三 一个占四分之一 对不对 好 那换到这个小负点的节奏也是 我们先画一条边 然后前面这个我们让它占四分之三 后面这个我们让它占四分之一 也是一条边 那这个我们看 负点四分和一个八分 我们的到前负点 那这个负点四分的实质是一拍半 所以它画了这一条边 就是一拍以后 它要再画下一条边的半拍 是不是 它要占一拍半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 那这个谱子就不难了 我们先来看 好 然后这个 它自己独占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负点 一条边 你看 还是想想负点的感觉 没有变 然后 那这个 它独占三拍 然后再往下意思 那这个拉它自己独占三拍 一个三角形 这儿出现了我们的大前负点 好 负点四分音符入 然后我们往下 大前负点 负点四分音符 ry占一拍半 它占第一条边和第二条边的前半拍 对不对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这个是我们的大前负点 负点四分音符 它的实质是一拍半 它占第一条边和第二条边的前半拍 剩下这个ry占第二条边的后半拍 吸半拍 拉半拍 然后soul半拍 咪半拍 那这个soul我们看 它占两拍 这个soul是三拍 同音连线 我要你的实质 但是我不要你出声音 所以这个soul一共是五拍 从这一二三四五 就可以了 是不是 谢谢